哈喽大家好 我是文和 我现在已经到印度了 然后昨天晚上找了好久 酒店才找到这一家 人民币320块钱一碗 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 一个电视机 一个床 然后这里有个柜子 这上面是个鞋柜 有一个炸热用的一个水壶 少热水的 然后这里面还是一个衣柜 衣柜里面还有一个保险柜 所以说 这里还有一个 洗手间 还有一个 洗澡的地方 其实这种酒店在深圳的话 还是估计就200块钱吧 这边要300多 300多的话 昨天我们晚上找了好几个酒店 主要是一般的酒店 外国人不能住 他好像是要填一个 C4的一个 Document 就是一个文件 要给移民局 还是给哪里 反正就是挺麻烦的 所以他最早给我找的 那个4万 才300多人民币 结果我们跑过去 check in 的时候 去 去那个时候 发现 根本不让我们住 他说外国人住不了 本地的人的话可以 就90多块钱人民币一碗 所以最后我们找了几家 这种三星级的 最后才找到这里 300多 但是他这个酒店 是喊了那个 早餐的 所以我们下去看一下 他这个早餐怎么样 好 好了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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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其实有好多这种土豆 这是土豆 炒土豆 这是煮的土豆 然后加了一些盐 哇 全是咖喱都要 面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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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鸡蛋都是这种花围的 现在已经吃完早餐回来了 然后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做美食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吃了什么 就是一些面包啊 一些鸡肉啊 玉米啊 饼啊 然后后面还尝试了就加了一个饼 然后尝试了他们那种蘸料 感觉还可以 反正能吃得下去 对我来讲 因为有可能我个人口味就偏重一点 他们的口味比我的口味还重 作为一个湖南人 我觉得口味已经蛮重了 像吃辣的话 我觉得我挺能吃辣的 但是它这边普通的辣 我就觉得差不多了 如果加辣的话 估计跟那个 而且主要是第一 我不知道讲跟大家怎么去说这个味道 我刚刚说了 我不是做美食 第二的话 当时餐厅也很多 我知道其他印度人在吃饭 然后都会刻意识的看我 因为就我一个外国人在那里 所以我不想也不想 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说 所以就一个人的吃 然后吃了也吃了蛮多 还吃了鸡蛋啊 这些东西 反正口味就不会偏重吧 辣的更辣 然后比甜的话很甜 然后咸的话也要咸一点 反正你如果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蘸料 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吃下去 其实我这次来 这次来印度 就是来近代去搬家挪耳 香港飞搬家挪耳的时候 有遇见两个从香港过去 去搬家挪耳考试的 他们是大陆的 后面去香港工作就定居在那边了 然后他当时就有问我说 有没有准备一些药品 尤其是腹泻的 他说你来印度百分之百会拉肚子 这不是概率问题 而是百分之百 其实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一些别人的 确实会这样子 所以我这次过来带了好多药 腹泻的发烧的各种各样的 先自己解决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先自己解决 实在不行的话 因为我那个朋友 他爸是当医生的 而且是在私立医院 所以说凡事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他爸估计稍微弄一下 我也就可以 所以这点我倒不担心 吃我也感觉到目前为止 还能吃得下去 尽量少在外面吃吧 后面有可能大部分时间 都会在家里面自己弄 他做他的 我做我的就行了 我自己也会炒几个菜 是不是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在印度的第一次 第一个早餐 而且是三星级 三百多块钱一碗的早餐 今天灯火他过来了之后 我们就去找一下公寓 看能不能找一个 好一点又便宜的公寓 因为酒店的话 这边太贵了 一般的小酒店 又不让外国人住 所以只能去找一下公寓 实在不行 找不到合适的 有可能要住他家里面去 反正省钱嘛 一个人 所以各种各样的方法 先把自己先安顿下来 OK 先这样子啦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